好 欧美股市呢 昨天大涨也带动了今天亚洲各国股市呢 也相继开出了红盘 不过台股呢 也面临了苏力台风的来袭 影响买盘进场的意愿 早盘在平盘附近震荡 并没有延续昨天大涨167点的气势 我们要提醒您这个证交所贵买中心宣布 今天股市呢 是正常交易到下午的一点半收盘 但是零股 盘后定价 还有拍卖以及标购都是停止交易 面临苏力台风步步逼近的影响 台股12号早盘在8200点附近震荡 并未延续11号大涨167年的气势 不过分析师还是认为台股这波短线有望上看8400点 台风逼近经常带动方台概念股话题 这回也不例外 百货超商的股骨连续两天走红 润泰全就是它拥有大润发 它目前大概涨2.5% 那全家呢 目前涨3.6%都算是比较强 那这个其实从昨天开始就已经有一些反应 那另外就是像比如说信辉 声达这样的一个医药的这种股票都会是跟台风相关的一种股票 这种百货或者是便利商店这些大概都是一种短线的一个题材 其他像是银件 水泥 钢铁等传产类股具有灾后重建题材 同样也是台风天股民的最爱 不过分析师还是提醒投资人防台概念股或灾后重建概念股只是短线题材 投资人还是应该多留意欧美股市表现以及台股基本面 经济日报萧博欣台北报道